成龙因500块解散成家来 跟了他15年的兄弟全被开除 成龙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突然要这样做 1990年成龙指导并出演的《飞鹰计划》在摩洛哥开台 由于当地气温炎热干燥 很多工作人员都水浮水浮水浮 甚至还有人被歇死折上 导致拍摄工作一停在停 除了人之外 设配也状况不运速 为了完成拍摄进步 剧组负责部每天凌晨4点前开工 中午前结束 在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 还要拍打击 成家班成员提出希望 可以把工资涨到500元 本以为自己跟了成龙十几年出生如此 看在兄弟之情上成龙也会 没想到成龙不经过 还直言没有你们我一样拍电影 最后还是在合伙人的劝说下 担心影响拍摄进度 才勉强同意涨金 而之后的拍摄工作虽然已久辛苦 但是能在1990年拿到一天500的高进 这些辛苦也不算什么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篇电影刚拍完 一下飞机成龙就宣布决定解散成家班 拿着一个多亿的投资 却舍不得500块的投资 难怪成家班成员都说他够 成家班1976年成立 1990年因500块闹闹解散 此消息一出许多人都对成龙的作画感到不尽 要知道飞鹰计划是由 当时的三大影视巨头之一的家和投资拍摄 光是投资就有一个多亿 别说是一人一贴500块的投资 就是一千成龙也能承担的钱 因为钱把十几年的好兄弟全都开除了 很多人都说成龙开口了 而成家班成员在被辞退后也说出了不少内容 一位武师直言自己担心我 是所有演员中最辛苦最危险 但是十几年下来兄弟们陪着成龙风里来运气 连剧组打扫卫生的阿姨工资都涨 唯独成家班的工资十几年没有变化 对此成龙并没有解释什么 只说了一句 我要求的自强自爱团结这三点大家都做不到 所以只能就地解散 而反观与成龙失出同门的洪家班的现状 就更让成家班成员感到心里不平衡了 成龙曾因五百块解散成家班 洪家班片酬高到洪金宝前不及 为何两人差距这么大 与成家班上百名成员却没一个叫那上屏子的相比 洪金宝的洪家班可以说是名人为出 林郑英前家龙 袁华武马等随便变出来 都是当时香港电影的中流底座 片酬更是一度高到连洪金宝本人都潜不及了 但洪金宝也没有因此就要与兄弟们分道养妖 反而认为名气大了 长片酬也是人之场景 所以成龙被圈众人叫做大哥 但洪金宝就是大哥的 成家班解散后没多久成龙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成家班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以前大家是靠兄弟情敌互相扶持 如今却是靠一纸合同相互提供 不过这也不能说明成龙就是错了 洪金宝就是对了 成家班做的是午后 洪家班做的是台阶 同样都是赚钱 只是选择的路不一样吧 对于此事你怎么看呢 可以将想法留在评论区中留言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她们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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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